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之前的雪色经验让我们依然充分的体验到说 如果我们县内的交通没有配合外界的点外交通 做完善的规划那势必会对县内的交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而目前呢这个高铁以及许多重大交通建设正在规划当中 那势必的我们对县内的交通 特别是在县内的一个路网还有停车场部分的规划更显得重要 那目前依然现有14个国道客运路线 63个市区的一个客运路线 这样子还不够 我们将来有机会当上立法委员 一定要向中央争取经费 把所有的公车能够接驳到运输网 针对热门的景点或转运站 以及各主要的停车场来做一个接驳 也就是说交通运输网要点对点的一个接驳 那未来的一个十年呢 我们最少一年要做三个 那十年等于做三十个 为什么要做停车场这么多 因为让有意愿搭火车的人 即他要自行开车的人 能够到宜蘭来 他能够享受到公车的便利之外 更能够享受到停车的一个方便 黄定河强调要解决宜蘭县交通瓶颈 需要多管齐下 当交通顺畅后 宜蘭的观光产业 以及经济活动自然可以蓬勃发展 如果他有机会进入立法院 一定会全力争取各项交通建设 避免重到雪碎通车后 出现塞车的情形 为宜蘭预见未来超前布局 为宜蘭预见未来超前布局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